驻港部队为何每年都要轮换 而且基本都在晚上进行 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好 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 驻港部队轮换 据报道 今年8月25日 解放军驻港部队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 进行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成建制道 换出了上一批驻港部队的主要官兵及装备 从而以新一批的驻港部队官兵和装备 接替香港防务 当然这样的轮换场面看上去也蛮震撼的 不仅地面部队会驾驶装甲车辆或乘坐军车 以模布化行进的方式 通过深圳黄港口岸和香港洛马州口岸 抵达驻港部队在香港的各处军营 而且驻港部队海军舰艇大队和空军直升机大队 也会分别驾驶舰船和直升机 从海域和空域进入香港 并到达相应驻防机力 但是这样大规模的轮换实际上也并不稀奇 因为每年8月份左右都会轮换一次 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解放军驻港部队三军第一次曾建制进驻 香港以来已经经历了27年 正好到今年是第27次轮换 那驻港部队为何必须每年都轮换呢 这是因为我国针对香港特区的驻军法中 明确规定了驻军的轮换制度 而具体实施过程则是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要求执行 之所以每年都会安排在8月份左右 是根据兵役安排的时期需求 结合香港特区驻军的特殊性综合制定了 这么做的目的是在实现守护香港的基础上 最大程度的避免驻港部队和香港当地文化氛围 思想理念以及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不同 可能产生的矛盾 特别是对驻港部队广大基层官兵来说 香港这个施行资本主义的花花事件 和内地有太大的格格不入 而驻港部队为了严守纪律 虽然一般也不会让官兵与香港市民私下接触 但在那样的氛围中不说容易被腐化堕落 起码听到的见到的思想文化冲击 也会给驻港部队官兵带来不小的影响 从哪里看一个人的身体好不好呢 答案是肺和咽喉喉咙 喉咙有义务 刷牙恶心肝藕 有时候还喜欢 嗓子干 半夜起来找水喝 早晨起床嘴里干 嘴里苦 嘴巴味道大 这是体内的筋液不够 喝再多的水吃再多的润喉片 都没有用 不要焦虑 试试下边这个搭配 胖大海 罗汉果 橘红 干草 金银花 绝名子 陈皮 琵琶叶 蛋竹叶 加点冰糖 加水煮20分钟 每天一杯坚持一周左右 它简直就是喉咙的救星 每天喝上一杯 喉咙感觉在按摩 非常舒服 清清润润 冬季天干地糟 只喝胖大海 罗汉果茶的黄金时间 嫌麻烦 没有时间煮的话 下方小黄车有配好的成品 就是这个人和胖大海 罗汉果 橘红尘皮 草本清口茶 每天取一小包 用开水冲泡5分钟就可以喝了 喝完后清清爽爽 喝再多水都没用的 泡上一杯这个试试 另外一些思想还未完全转变的香港市民 也会觉得一支部队 长期驻留在香港都不轮换 是不是有什么别有用心的目的 这会被一些香港的反对势力拿来做文章